中央电视台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 转播的是男子双打的 第三第四名的争夺战 是由丹麦队的 帕斯克队和拉斯姆森队 韩国队的李再珍跟黄志万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女单 那么节奏是比较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男双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双方运动员 在前半场的争夺 包括这个攻守的战术的应用 另外一方面这个平抽挡的 这些都是属于双打的技术 所以这场球应该在这个前半场 我们会看到双方 谁能够处理得更好 谁就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 占到一定的主动 占到一定的优势 下一个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 在双打混双方面发接发的重要性 因为当你的发球质量不好的时候 那么很容易就被对方直接打死 或者就是说最少他过来球比较有危险 那么你的第三拍的处理就会比较辛苦 发的质量不好 那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这个机会 所以对运动员来说 首先在这个发接发上面 要能够把握好这个自己的一些尺度 大麦队这对老将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是苦战两局不敌 目前男双的世界排名第一 印尼的基督和亨德拉的组合 快车的过程中这是李在珍的一个失误球 其实丹麦队这对组合 帕斯克和拉斯姆森 他们的技术特长 刚才我们也讲了 就是比较可以说非常灵活 前半场非常快 一些前半场的技术 也可以说是非常突出 所以这是他们的优点 那么威迪要跟他打这个前半场 可以打一些比较有实力的 像攻守的打法 就是说我把球就挑起来给你杀 他们可能会不太适应 还有一种就是你 如果觉得你的拼准场会比他更好的话 那当然可以跟他可以去相聚 分得非常好 正好掉在了对方的空档 黄转发球 拉斯姆森接发球 这是李在珍的一个失误 双方这场球主要还取决于谁能够在这个前半场能够争取到这个主动 好球 这个球分得非常快 7比9 拉斯姆森刚才这个接发球的抢攻 在网带上弹了之后改变了方向 丹麦队10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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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李在珍搭檔時獲得 2008年亞洲錦標賽 男子雙打的季軍 因為我們講的 因為大麥隊的帕斯克跟拉斯姆森 他們身材應該是比較高大的 對 都在1米82以上 對 然後他們站位也比較前 那麼最主要就是他們比較靈活 所以相對來說就是說 如果他們過來的球的話 威脅性還是比較大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們想韓國隊 他們雖然身材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呢 腳向的移動 是非常的積極 非常的快 大家在手上也比較細膩 不過李在珍今天的第一局的比賽中 失誤是比較多的 這應該是第五次的主動失誤 對 這球呢 是一個 起跳之後的一個劈對角 沒有下壓 而且呢 也是缺少力道上的控制 好球 9比12 兩個人呢 是這也是李在珍呢 在剛才呢 攻兩個人的這個中間 推底線呢 又推長了 13比9 李在珍街發球 我們也看到雙方在這個前半場 確實非常快 防守當中想打一個突擊這個 分的球路啊 這個球也是稍微差了一點 好球 韓國隊在這一分 10比13 判斷準 賽事是李在珍 剛才的一個後場的推球又長了 嗯 今天這個李在珍的手感啊 確實是很差啊 他又是在往前的一個 推對方的底線 嗯 連續這個位置失誤呢 還是沒有總結到原因 好球 好球 我們再次也看到雙方這些精彩的 這個前半場的爭奪 嗯 丹麥隊在配合上 稍微出現了一個閃失 兩個人把這個 左邊場均呢都給控制出來 都是在回防中場啊 突然左邊的空檔呢 就給露出來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欣賞一下 慢緊張 一看在界內啊 很低的位置有一個補救 對 最球的就是說 當他判斷 但是 錯誤的時候 那麼其實 雖然這個救球點是比較低啊 但是他過來球的質量還相當不錯 所以還不至於就是被對方 很快地打死 嗯 這球是界內啊 越過了黃之萬的頭頂 哇 多好的落點 剛好在底線裡邊 16比11 帕斯科他也參加了悉尼的奧運會 不過當時呢 他的男雙搭檔呢 是倫加德 倫加德今年也有參加北京奧運會 他的搭檔是埃里克森 是 那麼第一局 韓國隊的失誤還是比較多 對一方面我覺得就是 要做一些調整 就是這個力量的控制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呢就是因為他的球 還是可以往下壓一些 對呀 韓國隊是盲中出錯 剛才應該說在這幾個多派的追攻中呢 並不是處於烈士的情況下 再次出現了一個失誤 帕斯克發球 拉斯姆森在反拍的對攻中的一個掛網 12比18 韓國隊和丹麥隊還是有6分的分差 這一隊呢韓國隊的組合呢 他們是世界排名第10位 在奧運會的報名的截止日期之前呢 是排在第9位 三板的進攻啊 這個男子的雙打比賽裡面 這個進攻的壓 這個威脅還是非常大的 力量比較大 而且太靠近網了 所以過來的球比較有威脅 所以作為雙打運動員就是 第一個你要回球的時候 首先要避免給前面的運動員封住 所以有些比如說挑 那當然前面就封不住 那有些他抽的話 就要躲過前面的這個運動員 那這個球抽過去就有效果了 因為後面的人去接這個球的時候呢 基本上不會太主動 包括擋網也一樣 你不能擋在別人手上 如果別人站在直線 你可以擋對角 如果別人站在中間 你可以稍微往直線偏一點 這些都是要有一定的變化 第一局的局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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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姆森的分球分得非常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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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21比13 丹麥隊的這隊老將組合 在第一局的比賽中呢 是成功地取得了勝利 雙方在第一局的比賽裡呢 來自於丹麥隊的這隊老將是21比13 贏得非常輕鬆 休息了兩分鐘之後呢 兩隊球手呢是異地在戰 發球的這是32歲的帕斯科 黃智萬接發球 這個球呢是發短了 直接送給對手一分 李在珍發球 拉斯姆森接發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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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三 那麼剛才我們也為大家 講了就是說在第一局方面 雙方主要還是通過前半場的爭奪 那麼丹麥隊呢 比較穩妥 當然一些處理球也相當不錯 韓國隊主要在場上呢 就是生物還是比較多 所以是輸到這個第一局的比賽 那麼剛才我們也講到就是說 像丹麥隊隊的組合比較喜歡 就是說在前半場 那麼如果韓國隊想要扭轉的話 我覺得可以改變一些打法 可以跟他們起一下後場的高球 對 但是呢 因為韓國隊對他們自己的這個評測打 也非常有信心 是比較強的 所以今天這場比賽也就是相互在 來證實一下 看看誰的前半場比較好 其實韓國隊他防守 不是說他插 他也不會插的 但是他守的時候 他也是經常會去反擊嘛 所以反擊到其實其中的目的 還是為了再爭奪這個 評測打的這個爭奪 所以還不如乾脆就直接就這樣 先開始就評測打嘛 這次韓國隊防守得很有耐心 還是在起高球讓對方來進攻 現在是韓國隊的進攻 好球 還有 好球 哎呀 這球丹麥隊還是做了一個假動作 嗯 成功的是騙過了這個韓國隊的選手 當然韓國隊選手 還是在重心被騙了以後 還是一個魚躍 嗯 把這球救起來 但是救了球的質量不太好 對 所以搞到兩個韓國選手啊 全部呢都倒地 救球 這是老將 哈斯科 今年的32歲 丹麥隊我們介紹了 這一次參加 本屆北疆運會的選手的年齡呢 大部分都是在30歲以上 這一隊男生還是比較年輕的組 那第二局的這個前半場的爭奪 相互都還差不多 但是韓國隊列為佔一點上風 在一個丹麥隊這一局呢 在處理球的過程當中 失誤呢顯得稍微多了一點 3 6 3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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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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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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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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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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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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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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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